倫敦歡迎你們對這組 謝謝 好 請坐 我愛你 我愛你 你的 接近朋友 謝謝你們 你們的熱情一直要保持到下 未來你們的夢想 好不好 接近朋友 謝謝你們 接下來呢 然後我可能花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一個 靠祷告來的一場活動 我覺得看到工作人員這麼少 但是呢可以辦這麼多人的活動 我們自己辦過活動都知道 他們真的非常辛苦 我相信好幾天他們都沒辦法睡 但是他們有信心可以把這個福音 可以把這個喜樂平安帶給大家 對不對 帶給工作人員 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真的很辛苦 對 然後呢 第二個 我覺得我今天來真的 很感謝 怎麼說呢 因為我自己 年底 準備要發一張第一題 兩首歌 然後呢 因為我自己說 大家可能看我唱歌 好像很 光鮮亮麗 但是 我說這樣 身為一個原住民在路市那邊 真的那個過程都很辛苦 我們沒有什麼累積 我在台北 第一次到台北的時候 在宗教東的公布欄 一直找那個租屋的信息 超過五千塊我都不滿足了 因為太貴了 然後又怕貨物欣 我們都沒有賺錢 然後最後還是花錢 所以又不想要貨物欣 但是又想要做這個音樂的動作 所以這十年其實很辛苦 那有一首歌呢 今天我要送給大家 然後也收錄在我這次的EP裡面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 黑人的FB 他拍了一段 我跟范剛大哭 就一痛哭這樣子 黑人每次都喜歡 蠻醜的一面的 就是PO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我真的很討厭他 然後 但是這首歌 經由黑人的傳播 很多人都說 你有首歌不用擔心我工作 很好聽 那 跟各位報告有好消息 今天我要在第一次演唱這首歌 在這麼多人面前 笑笑笑笑笑 很深厚 我的翻範圈位置是17號 很沒到對不對 但是 這邊強硬的 把我從 對岸送貨的 好不容易壓好的CD 只有大概一半 不到一半片 直接 搶劫到這邊 所以這邊好像有 將近一百分的CD在這邊 如果待會 想要 收藏我的EP 然後我可以簽名給大家 好不好 因為數量有限 然後雖然大概不到100片 但是呢 這個東西是跟唱片公司吵架出來的一個 那對我來講 這個是個非常珍貴的題目 也是上一個給我的一個 唯一 那希望 待會如果希望聽到我的音樂 聽到我的歌 就可以來支持我一下 好 好 欸那你太遠了 我希望跟大家聽 好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這首歌不用擔心我 網路上有人知道這首歌的一個訊息嗎 有沒有 有啊 舉個手一下有 有聽過的沒有 中間的朋友說你根本沒聽過 你還是可以假裝舉手 好 有沒有聽過 堅持不舉手 你真的 原住民就是太老實了 你的帝大概多少 2500 我給5000 不要不要2500就好 太多了 原住民就是太老實了 好 不用擔心我聽這首歌 我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訊息 大家想聽我故事嗎 呃 如果不想我可以直接跳過來 你們想聽我這個創破的背景的故事嗎 對 對 不想聽也得很享受 好 好 簡單講這首歌的故事 不用擔心我們是 我十年前寫的一首歌 然後 然後 呃 我一直沒有把它拿出來 放在專輯裡面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首歌好像太簡單了 然後 所以 所以就沒有把它覺得完整的感覺 然後十年之後我發現 有一次我就是在這個聚會當中 然後 我去唱這首歌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這首歌 非常好 是上次的一個創作 然後 我決定放在這部 EP裡面 鼓勵出了 然後 十年前 有一個晚上就是 我媽媽打給我 然後 那時候 半年 我雖然那時候得到金群獎 就在放在台北上面 但是 我那時候一場表演都沒有 然後自己在自己租的房子裡面 再思考說 我要繼續留在台北呢 還是要回台東 因為我媽媽一直希望我去好領悟去的工作 就 可能就進去打獵 啊不 就是保護一些段落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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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很想繼續唱歌 然後 但是因為我承認她 沒有被她的聚會 也沒有朋友 我不知道路怎麼繼續說 可是 有一天我媽媽就有打給我 一個晚上 然後 人都是這樣 當你聽到父母親的聲音 所以你會 試著 讓她 不要擔心我 所以我去跟我媽媽說 我那麼好 我不要擔心我 請媽媽不要擔心她 然後 掛完電話之後 就哭了 然後寫著歌 不用擔心我 那我常常在講 我們追求了很多的成就 或是我們一直有很多的夢想 但是呢 我們不過 就是要讓這個父母親能夠放心 有機會 我們有能力可以照顧父母親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不然你賺再多的錢 而再多的成就 你沒有辦法照顧好父母親 你沒有辦法讓我父母親覺得 我身為這個兒子的父母親 我覺得感到驕傲的話 我們做再多都沒用 所以我想說這個 不用擔心送給所有的朋友 也送給所有辛苦的父母親 其實這首歌是寫意的那首歌 我們小孩子要寫意的那首歌 不用擔心 謝謝 謝謝